好,那我就直接开始了 我记得那个Eason好像这礼拜是请假 那我的画面应该都有看到吗 有 好,谢谢 那今天要讲的是那个Coverable 然后跟那个Map 然后还有Filter 然后还有比较现代化用法的 那个ListComprehension 然后还有Zip 然后再次会讲一下那个Reducing这样 那我就先从Coverable开始讲 那 什么是Coverable Coverable就是可以用这个 括号这个Operator去呼叫 然后它永远会回传值 我们就把它叫做Coverable这样 那即便这个回传值是 就是None 然后 那Function跟Must也就是Coverable这样 然后 很多Object都是Coverable 然后它这边就有取例 然后我们可以用一个Build-in的Function 叫Coverable去检查它们这样 那我这边可能就会讲快一点 因为它 主要都是 看程式嘛 比较好理解 那Print是Coverable 可是Print它会回传那个None 然后这个Oper 也是那个 也是Coverable 但它会 它这会回传就是这个之后的 就大学的ABC这样 然后这个也是 然后Coverable Coverable 这不太确定 这个我已经忘记了 我这个我之后再补充 然后 这个它就是那个 Integer 然后像Decimo Integer这种就是 不是Coverable 它就单纯只是给Instance这样 就是 就是那个 那些Type的Instance这样 然后 再来它就是举一些例子这样 然后像Build-in的Print 然后LEN 然后Coverable 然后还有Oper Print 然后还有你自己定义的 这个DefinedFunction 然后还有Landa 这都是要需要传 都符合上面那个定义 就是你需要 可以用这个Operator去 去调用 然后它会回传值这样 然后Mars也是 然后Mars它等一下会讲到说 Mars跟那个Function的差别这样 然后还有MyClass Clarge它其实也是那个Coverable 因为它在呼叫它的时候 它会先去 呼叫这个 Build-in的方 呼叫这个 New这个Function 然后去 去Create一个NewObject 然后再来才是去做 那个Initial的动作 所以它是Coverable的 然后 你去 建立一个Clarge之后 Clarge出来的 那个Instance 是不是Coverable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只要是 似乎它 就是你有没有在里面 有建立这个Code的Mars 如果有的话 就是可以呼叫这样 那没有的话 当你去呼叫它的时候 它就跟你说这个 当你去检查它的时候 它就跟你说 它不是Coverable这样 然后 这些都是Coverable的 那接下来就看程式码 首先Print的就是Coverable 然后这个检查长度也是Coverable 然后 再来这个Append也是Coverable 然后 这样画面会太小吗 这样可以啊 看得到 OK好 Append这个也是Coverable 等一下 Append这个是Coverable 但是Append 这个 这个 就是我们去把Append一个0进去 那它就不是Coverable 为什么 因为它回传的是那个 None这样 然后这个 ABC oper它就是Coverable 但它出来的 它就是String 就不是Coverable这样 然后再来是Coverable 就是总是会回传Value这样 即便就是它是Nu这样 然后 像这个Print 我们去Print一个 我们去Print一个 它Low 然后我们去看看Result 它的Result是Nu这样 然后 但它是Coverable的 然后还有这个Append 这个它Result也是Nu 但它也是Coverable的 然后 看一下喔 这跟上面是一样的东西 然后我去看一下 为什么 为什么 有些 我就好奇说 为什么这个 一样都是Coverable 那为什么有些要 会回传 那么有些要 它反而会去回传 就是 改变后的执张 然后我去 看到一个说法是说 它这个Print这种 Function就是 它会去 回传一个 无意义的指 是因为 它 它要告诉你说 就是 它有做事情 然后 但同时 它又想要避免副作用这样 所以它就会 回传你一个 Nu这样 那其他的东西就是 它会产生 确实 因为它这个Print 这个不会产生 那个SiteEffect 但是它有 它想通知你 它有做事情 但是它又不想 产生上一杯 所以它就会 回传你一个Nu这样 然后这个就是 它 要通知你 它有做事情 然后它确实 就是有改变了 某些东西这样 所以 所以它就会 回传值这样 然后 SizeClass也是Coverable 这样 然后Dizmo Dizmo是Coverable 因为我们可以 透过它去建立 建立一组 Dizmo这样 然后 但是那个 等一下 这是它建立的结果 然后 符合那个定义 就是我们去用这个 Operator去 去呼叫它 然后会得到 那个Return Value 然后再 ClassInstance MayBeCoverable 就是 它这边就在举例说 ClassInstance 不总是 是Coverable的 然后它这边先用 我觉得它这应该反过来 先看这个好了 这个Class 然后我们去把它做 做实力化 然后我们去 用那个Coverable的 那个Operator 去call它之后 它就会说 你这个Operator不能Coverable 但是 你今天如果特别 帮它去使作 这个Coverable的 这个Mustle的话 它就可以 被虎拷 这样 就是我们去检查它 检查那个Initial 是Coverable的 然后再来检查 这个Cover也是Coverable的 然后去呼叫它 确实可以呼叫 然后它在这里面 使作跟那个计数器这样 就是叫一次叫两次 就一直加 一直加 一直加 这样 好 那Coverable这边 就大概是这样 好 那Coverable这边 大家有什么想讨论的吗 聊天室有东西 哦 好 不好意思 感谢那个Joe的提醒 你说的是哪个 那个Mustle 是 我会后再去看好了 谢谢Joe的补充 那接下来 我就去讲那个 Map跟Filter 然后Map跟Filter 跟Zip 他们就是 High Order Function这样 然后什么是 High Order Function 它就是可以 把 接受 接受那个 它可以接受 Function形式的参数这样 然后 然后 它 Example有Sort Map跟Filter 然后它还会 之后会介绍说 我们有 就是用this combination去取代 这个 然后 首先是讲那个Map Map它就是 它可以对 你的这个 它可以输入一大堆 那个Iterable的 比如说一堆List这样 然后它会去 对 每个 分别 一次分 就是 好 谢谢Joe 它就是用那个Iterator的方式 逐一去针对你的 每个Iterable的 那个 Element去 去套用 那个Function这样 然后 然后 基本上你的这个 Function的参数 要跟这个Iterable的 那个数量是要对得起来 你知道吗 一幕有点淡 不好意思 然后 直接看范例好了 它就先讲说 我们没有 它 它接下来举例 都是先讲说 如果我们没有Map 没有Fuelter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做 然后再来才是讲说 今天有Map 有Fuelter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做 然后最后讲说 那个 如果用ListCompletion的话 我们可以 怎样更简单的去表达 这样 那它这边就在举这个 这个平方的这个功能 这样 那再没有那个 在不用Map的情况下 我们就是要自己去去订一个Function 他跳过那个 好 没关系 我再讲 他这边就订一个那个 那个Square的Function 然后他就是针对每个这个L就是234 然后去去套用这个Square这样 然后所以出来之后就会是四九十六 就是平方平方平方 然后这边是示范一个 就是把这个L1跟L2的每个元素相加的这个过程这样 然后这边就会是1加10 就是11 然后2 2加20这样 然后33 然后这个Function 我们也可以用Landa的形式 就是直接写在Map的里面这样 就是当做第一个参数 然后再来是Fuelter Fuelter他只能接受一个那个Iterable的参数这样 然后看一下 然后再来是Fuelter 这个第一个参数这个Function 他通常都会只 他只接受个参数 但是我好像没有看到 有 他写Sum 所以应该是 有其他可能吗 但是我没有在那个范例看到这样 这个我再去确认一下好了 不好意思 然后 他基本上就是会拿这个 这个第一个参数这个Function 去去检查说后面的这个 Iterable的东西 是不是TrueC这样 然后就直接看翻例 它这个填浪的话就是检查是不是TrueC 那基本上 只有这个0不是 那剩下都是 然后再来是检查它是不是偶数 那 就是024这样 那我们也可以用烂打去表 直接写在里面去表示 然后再来是ZipFunction ZipFunction它就基本上就是把 把一堆这个ItRebels把它粘在一起这样 那它会组合它 那像丢入这两个去ZipF的话 它就是1跟11组 然后2跟21组这样 然后如果你的长度不一的话 它就会调最短最短的那一个 那原因是因为它就是一个一个去 一轮一轮去进行嘛 然后碰到没有就结束了这样 然后这个等一下翻例会有 然后 这跟上面是一样的翻例 那等一下再看call 然后像这个就是Range 它虽然说写100 但其实它只会到 它这边的长度只有4 所以它其实到那个第一这边就结束了 然后再来是讲 怎么用那个ZipFunction去取代 就是刚才前面讲的东西 那首先它是讲说怎么取代Map这样 那ZipFunction其实会长这样 就基本上就把你刚才的Function办进来 然后就是对每个 所以每个你的Iterable里面的元素 去套用这个前面的这个表示是这样 那以刚才那个Map的那个翻例来说 那就是把这个Function的这个平方的东西 丢进前面这样 所以它就是对每个L里面的元素 去做平方的动作 然后这个一样 它就是把刚才那个相加的例子 把它改成用那个ListCompression的方式去做 但它这边先用Zip把那个两个东西 就是组成一个Tupel的List这样 两个List组成TupelList 然后再用那个针对每个那个Tupel里面的那个元素 去做相加 然后最后把它组合起来 然后再来是用ListCompression去取代Filter 它基本上就是把Filter的那个 判断式就是放在这里面这样 用是否是真去筛选 那表示是通常会是这样 就针对每个元素 如果它成立的话 就就显示这样 然后不成立就就就丢掉这样 然后再来是那个 一些组合计 就是我想要同时去 我想要同时去针对这个Range做平方 然后平方后我就想筛选就是小于25的 我要怎么做这样 就可以把这两个 就是Filter 分别把这个东西丢进Filter的后面 那个Iterable的部分 然后跟前面的那个检定的部分这样 然后结果就会留下小于25的 那就直接看程式嘛 然后再继续 然后再继续 再继续 他举的第一个例子是 费博纳契的数列 然后前面就是demo那个 就是带N带多少进去 然后结果就是算出来会是多少这样 然后 这个 这个东西弄出来是map object 然后我们就是要再套用list 它才会是结果 然后这边是在示范刚才的那个累加的地方 就是把这个list1 list1跟list2去把它做加总的动作这样 然后因为它长度刚好都一样 所以就是11 22然后33 4455这样加起来 然后这个长度不一样 所以它就会取那个 就加到4这边就会停了 它会取短的那个 它这边在讲说那个 为什么这边会失败 因为这个map只有当就是你真正去 去 呼叫它的时候 它才会开始去迭代这样 所以这边 m其实不会被那个 就是我们去list它的时候 它其实这边还没执行这样 然后这边还有另外一个错误是 这边我们有了三组这个 然后但是我们的这个landa function 这边只有 只有xy两个变数 然后它是对不起来的 然后再次讲那个filter 前面老师有讲到 这tokenp有讲到就是这个 带囊的时候 就是基本上就是找true的东西 这样 truexy的东西 所以这个0就会被过滤掉 然后剩下的都会被印出来 然后再也是刚才的范例 去寻找偶数 然后再来是把那个function 用landa的形式 直接放在那个filter的第一个参数 去做检定这样 然后这边就是用list comprehension去 把一开始的那个 最开始的那个飞光拿器的数列 把它用list comprehension的方式去 去印出来这样 这边就都是zip的举例 这边就都是zip的举例 就是我们透过zip把这两个东西 就是变成一组一组的tupel这样 然后它可以接受多组参数 然后它一样只会那个 用短就是短的那个 短的那个为主这样 就你这边一百一千一万 它都只会到 你这边就结束了 然后这边在讲说 我们有时候想要去加两个list的时候 然后因为它没有就是可以用zip的方式 先把它变成tupel 然后再去做雷加这样 搭配list comprehension 去把它做雷加这样 所以我们得到就是跟一开始的那个 map的效果是一样的 然后再次用那个list comprehension 去取代那个building 那这边就是 针对每个这个list里面的元素 去做这个检查这样 那符合就印出来 然后再来就是刚才的那个组合计 去找那个平方小于25的 要针对这个1到0到9的那个平方 然后去找说小于25的 然后把它印出来这样 然后这边是用filter做法 然后list comprehension就是用if 就把它换成这个 这个东西换成那个if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看那个reducing reducing它就是针对你的那个 你的list中的那个每个元素 去把它做合并加重的动作这样 那举例来说 今天我们有一串一个数列这样 然后我们想去找出最大的 那我们可以选择就是说 第一个跟第二个比 然后比出大的之后 再跟第三个比这样 一直比下去 那正常情况下 我们就是要去call这个东西 call很多次 只要call到 call到就是最后产生 就是比到最后一个这样 但是这样很麻烦嘛 所以 我最近就在介绍的过程 就是我们一直去呼叫 那个我们自己定义好的 我们bill in的那个max max的那个function 然后不断去比较 然后最后得到最大的10 然后后面又讲说那个 我们用怎么用reduce 怎么比较比较好看的去处理这件事情 这样 嗯 他就是讲刚才的过程 就两两相比两两相比 直到得到结果 这样 然后 命也是一样 就是两两相比两两相比 然后去找就是最小的结果 然后他这边在介绍reduce 他自己先写了一个就是 呃 他为了并远跟那个原本reduce 那个max的name重复 所以他就加了一个 那个underscore 然后他就去想象在没有 用bill in reduce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去去 做到reduce的效果这样 然后一样是用那个 呃 nanda function的形式 就是去 一直 一直去检查说 呃 两两检查 两两检查 然后回传那个大的 然后这个是一样 就两两检查 两两检查 然后回传小的 然后 加种的方式 也 呃 我们想要加种一个list 也是一样的方式这样 那他其实跟前面那个 找 找max跟找面是 是一样的 一样的意思 反正就是要做很多次 然后最后去 直到加种到最后的数字这样 然后那现在 然后这边都是写就是 制定的那个reduce 然后现在看就是用bill in的reduce 可以 可以怎么做这样 那呃 用bill in的reduce 呃 他的用法就是前面用那个 用那个expression 然后后面那个 呃 后面就是丢 丢你要进去那个reduce的那个list 这样 然后像这边他就是 一样去做那个max 就是最大的数字的检查这样 然后这边就是最小 然后加种 然后任何可以那个 itreduce的东西 都可以 都可以去做reduce 像这个set 他就他就可以去做 就一样可以做reduce这样 那就是找最小嘛 然后这边 一样 一样 他这边就是去比那个 那个 asci code的那个数字 然后这边就是把那个 自传像加这样 然后他就讲说 python的bill in function里面 呃 有很多就是用到reduce 像这个min啊 然后max 然后还有son 然后any any就是一直去做那个or 只要有一个中就回传true这样 然后or的话就是一直去做 就reduce去做and 然后要全部都全部都是true的话 他才会回传true这样 然后这边就在讲说 为什么不要用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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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形式这样 因为我们最后只想知道是 布林式 然后用这种形式 他会回传那个 这个true的这个value这样 那如果我们想避免这个方法的话 就是 在不用那个 在不用那个any的情况下 就是要去 特别去把它 就是 一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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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去去做 去做那个 oror判断 然后再来是讲那个 惩罚的部分 那惩罚的部分跟加法一样这样 只是后面老师有提醒说就是 他这边会带到说 reduce可以给一个那个预设值啊 因为当你今天这个list是空的时候 其实他会出错 那他会带到说你 他通常都会给一个那个预设值是1这样 然后加法部分就给一个预设值是0 然后这阶层 其实跟那个惩罚是一样的 然后这是刚才讲的那个初始化的那个 就这边加法其实都 都 很小 因为他说那个 他reduce 如果看最开始是老师做那个假的code的话 他其实是做那个 他会用那个 他叫什么 index吗 就是一个一个一个去 去 累加 然后如果你的那个list是空的话 他其实一开始就找不到你的第一个element 然后他就会就会跳exception这样 所以这时候就是给他预设值这样 大概是这样 那就是接下来看程式嘛 他这边一样是先讲说 在没有那个reduce的情况下 没有reduce的那些build-in function build-in的reduce function的情况下 那我们是要要做到同样的效果 我们要怎么做这样 然后这边他就是宣告的list 然后他自己去做一个这个max的这个 蓝打 然后去检查这样 那检查出来 他就是主意的去去去比较嘛 量量去比较 然后检查最大就是10这样 然后命也是一样的做法 就制定一个命的function 然后就是量量去去 逐一去去检查 然后找出最小的这样 然后这边在讲说那个 他把上面这些东西 那时候他把上面这些东西慢慢转成那个 就是过渡到reduce的 的build-in的reduce的形式的那个过程这样 然后他讲说为什么这边不能不能那个 这边为什么会报错 因为那个这个是没有那个sequence的 他没有那个index 所以你在这边的时候就会出错这样 那build-in的reduce就帮你解决这件事情 应该说他不用因为reduce 他原理不太一样 他是用那个 iterable的方式去做的 然后这个set是那个iterable的 所以他不会有这个 那个index的问题 就是讲刚刚那件事 然后他这边在把刚才那个自己科的那个function 改成用landa的形式 然后样式去找max跟找min这样 然后去做reduce的加种 然后接下来就是讲用build-in的reduce处理起来会是怎样 那基本上就是一样的东西这样 找最大 然后找最小 然后加种 然后他在讲说 其实python里面有就是内建很多很方便的reduce的那个包装过的 的mastering你可以去使用这样 像这个max min 然后还有这个加种的东西 然后还有刚才提到的那个any跟o 那这个就是 0不是嘛 但是1跟2是 所以是true 所以就是true 那这都是 都是false 然后这个all就是 因为遇到0 所以就false这样 然后这就是true 然后他在讲说就是你可以自己选说你要 哦 呃 就呃你使用这个o啊 跟any啊跟你 你你也可以选择自己实现这样 但就用法是一样的就是看你看你自己选择这样 然后再来是讲那个 惩罚 用reduce做惩罚的时候会遇到的问题 他这边主要是要带到那个 reduce可以带那个预设时的东西 嗯 嗯 跟这下面就会带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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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就刚才的那个阶层翻例怎么化为那个reduce的形式 好在这里 他这边就是举一些例子在讲那个 呃reduce的这个 那个 initializer就是那个初始值是是怎么怎么怎么 会怎么作用这样 然后像这边就是把它就是做那个 沉起来的动作 那呃 如果没东西的话他就会爆错这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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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是惩罚 所以你想避免他出错的话你就是给他一个一张 然后如果你是加法的话 今天是加法的话你想就是就是给他一个零这样 那 好 以上大概就是 今天的内容 我先感谢这个eric的分享 哦 我先感谢这个eric的分享 对吗 对吗 取代 取代 取代map跟filter 取代吗 理论上应该是 理论上应该是 我想应该是可以 但是 有有的状况程序码应该会变得很丑 就是问题是在这 啊 看你的习习习习习习乱吗 怎么样解构就是可以比较简洁 然后又好读就像那个Reduce 其实讲是有讲过吗 就是有时候会写会容易写到 就是比较难读这样的情况 就是我觉得这是比较就是 要比较避免一点的 像我自己公司是用PHP 那它其实基本上很少有这些特性 好像JavaScript和Pyzen比较多 然后所以 它虽然说大部分都没在写这个 但是它也是有一些方权可以做到 它也是有那个MapReduce 这种套件可以用 但写的通常就是 同时就会觉得很难很难维护这样 那看看其他人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自己觉得就是这种内容 最就是比较难驾驭的 还是那个Reduce的用法 我觉得就里面这几个里面最难 那如果其他人都没有问题的话 那下一周就是麻烦Will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吧 大家晚安 谢谢 晚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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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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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